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目前旅遊業進入了冰河時期 國泰航空亦公佈了業績 根據他們所說 國泰航空和港龍航空在下半年虧損了4億3400萬 他們就說去年的下半年是受到社會事件所影響 在減少冬季航班的可運載量情況下 加上目前這個非常時期所帶來的重大負面影響 令到情況雪上加傷 目前難以預料這個情況 何時才會有所改善 國泰預期今年上半年的財政將會面臨重大挑戰 或者會錄得重大的虧損 這個真的是活該 去年無厘頭去出賣香港人 專拍大陸的馬屁 以為找到一條大水喉 這次得米 終於你就是要攬炒 去年國泰航空所作所為 很多香港人都是黑骨銘心 有很多人甚至乎 有其他航空公司選擇的話 根本上就不會選擇國泰航空來承擔 去年有個機師在廣播當中 說了一句香港人加油 萬事小心 然後有人錄下了這個聲帶 放上Facebook 放上Youtube 馬上這個機師就遭到炒油了 國泰空復原的工會主席 施安娜 人家只不過在Facebook說了幾句 關於政治關於時局的意見 印出來之後就叫人入房 炒 你專門對付這些敢言的人 其實就是變相鼓勵下屬之間 互相監察 互相篤灰 你上班的時候看見哪一個同事不順眼 那個人黑你憎 那個人醜 盯緊他的社交平台 盯緊他的Facebook和Instagram 只要他有片言隻語 是說反動的言論 反對政府的言論 馬上就向這個公司舉報 那這些是什麼企業文化呢 最終所有的下屬變成 一發表公開言論的時候 或者在社交平台發言的時候 只能夠盛低那些 歌功仲德 阿瑜奉承 拆鞋的言論 全部都是一口愛國 全部都是支持政府 就算那些下屬 對特區政府有任何不滿 他都只能夠放在心裏 他都一定要自我審查 因為他要繼續做你這份工 他就恐慌 不知道會不會因為發表了這些言論 而遭到炒友 這一種就是白色恐怖 所以國泰航空遭到一些黃絲的抵制 是應份的 而且你現在虧錢 很多人拍手掌 是不是呀 應做的就不去做 不應做的就做到十足 現在他們的情況是怎樣呢 他們最新披露就說 今年2月的客運運力減幅約為三成 3月和4月的減幅 更加到六成半 同期削減航班分別有六成半和七成半 郭泰說會繼續監察和配合市場的需求 有可能會大幅削減5月份的可載客量和航班 至於在2月底乘客運載率已經跌到只有五成左右 按年比較收益率也大幅下降 這就是活該 只能夠說兩個字就是活該 至於他們去年收購了廉航香港快運又怎樣呢 一樣是虧錢 虧損是2.46億 而且3月初的訂票量還非常低 以往每日平均機票的預訂量 可以去到九萬張 但最近已經跌到每日平均只有15000至16000張 個別的日子更加是低至11000至12000張的水平 即是虧損到媽媽都不認得 所以這些就是舊遊自取 誰叫你站在香港人的對立面 接著又說說其他旅遊業界的消息 香港旅遊議會今天就出來開記者會 主席王俊達說 上個月的旅遊印花收入 錄得八成跌幅 預期在三四月份都難以改善 他說目前外遊旅行社的處境非常被動 他要求特區政府要盡快澄清 究竟早前發出的取消外遊呼籲 具體上有沒有針對哪些地方 以及有沒有指名的時段 他就說 由於目前仍然有海外的國家 未受到這個非常時期的影響 故此香港的旅行社 要跟航空公司 以及當地接待的旅行社 在商討取消旅行團 以及拿回訂金方面有困難 比較難就向旅客爭取退款 另外香港旅遊業東主協會 也開記者會 他們批評林鄭在發表 不要外遊論之前 未跟旅遊業界作出溝通 同時也沒有考慮到 下旅行社生意大跌的慘況 殺業界一個措手不及 老實說 林鄭只不過是撿專家的口水味 袁國勇教授一樣有提倡 這個不要外遊論 他就說 在這個非常時期過去之前 盡量就要避免外遊 難道你丟了袁國勇教授嗎 沒有可能 大家都明白到 在目前這個處境當中 你旅行社生意下跌就是肯定了 沒有說做一盤生意是包賺的 保證賺錢 現在這班傢伙就走出來發窮惡 竟然說不要外遊論 也批評 難道怎樣 為了保住你這班旅行社的生意 叫專家 叫特區政府走出來鼓吹外遊 不可能的 你現在只是出來拗銀 其實是 他們的目標是為了甚麼呢 旅遊議會發了新聞稿 說行政長官昨天呼籲市民不要外遊 政府又對多個地方發出紅色旅遊警示 令旅遊說上加商進一步陷入困境 他就說 希望約見特區政府官員表達業界的訴求 而且希望特區政府協助旅行社和航空公司等等的供應商 初商旅行社訂金的退款安排 又是關於錢 同時就從這個 基金當中撥款支援旅行社的員工 又是錢 業界也要求特區政府呼籲業主 為生意大受打擊的旅行社 大幅減租 又是錢 搞那麼多東西 最終就是要在這個基金當中撥錢 就是要特區政府對你這個業界作出援助 實情在這個非常時期 有哪一個行業是沒有受影響的呢 為甚麼要特別關顧你這些旅行社呢 請問是 哈 本上是沒有道理的 如果是這樣 不如全民再派幾萬元算數 不是說你這個行業特別厲害的 不好意思 賺錢的時候 永遠就沒有人出聲 每個人就悶聲發大財 現在就每個人走出來哭哭哭 實情每個行業一樣是寒冬的 在這個情況下 許留山又被人追租 海絲餅店又被人入品 追租 拖欠租金 不單只是這些飲食業 大眾書局一樣在這個黃埔花園的分店都是欠租 給業主是入品追討 52萬元的租金 而且很多酒店業界的從業員 一過完年以後上班 即刻就被公司開刀 炒油了 為甚麼 過去的大半年都已經沒甚麼客人 何況現在非常時期 烏鷹都沒有隻給你拍下 所以就很多人都已經失業了 就不是唯獨是你這個旅行社是受到影響的 就不需要特別眷顧你關顧你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全世界都應該要關顧 不是唯獨是你這個行業 對不對 我覺得這些旅行社 走出來要問特區政府 拗資助 拗這個那樣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就不要搬出 反對不要外遊論 這些論據出來 是沒有道理的 新華的旅行團 跑去埃及 是不是出事了 回到香港以後 不單只是旅客出事 連導遊都出事 根本上如果再搞旅行團的話 就是致那些 員工 就是那個導遊 和那些旅客的安全 於不顧 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而且對於本地人來說 就構成了一個非常之嚴重的 就是潛在威脅 你看那個埃及團回來的那些團友 回來就一樣 在社區走來走去 這些不是潛在的威脅是什麼 你不能夠為了自己的行業賺錢 然後顧其他人的安全於不顧 還要反對這個不要外遊論 變相就要全港的市民買單 更加不要說旅行社根本上 已經是夕陽行業 慢慢都在萎縮 陰乾 你也要謀求專認 現在有多少年輕人會走去跟團 除了有些特定的地方 比如說朝鮮 你不跟團就沒得入 或者就是陪老爸媽去旅遊 為了方便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跟這些鴨仔團算了 喂 你的旅客的年齡層 都不斷上升 現在有些四五十歲的 他都曉得自己去上網 訂酒店 買機票 都不用跟你這些旅行團 是不是 所以現在去旅行社部團 年紀也有了那麼多 不是不會上網去買機票 和訂酒店 行動可能沒那麼方便 因為你的旅行團 全部都是點對點 由酒店出發 然後去哪個景點 去哪裏 全部有旅遊大巴接送 就是貪你這些方便 年輕的人已經不追 所以你這個旅行社的行業 只有一個規模 越做越縮 慢慢去陰乾 你也要思考一下 怎麼轉型 我當然有方法 不過我是不會公開的 因為 你賺錢 不關我事 所以 這些傢伙出來勾錢 你勾錢 還勾錢 不要反對 不要外遊論 是不負責任的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